哈喽大家好 哇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直播 今天呢我要讲的主要的话题 就是最近有很多很多人都来问我的 关于感情如何复合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感情的困扰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很难脱单 就是你发现你怎么样喜欢的人 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 那今天你一定要认真听哦 那其实啊首先来应该说 我们跟新生活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新生活呢是从1972年创刊的 那从三日刊现在已经转成了周刊 内容除了保留原来的这个民族 还有风水奇闻意识等人文色彩 比较浓厚的新闻之外呢 还增加了政治时事的元素 那它务必要让整份报纸的内容更加多元化 更贴近你的生活 新生活报也在2016年创立了网站 爱生活 i live post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爱生活的Facebook专页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like和follow哦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 关于感情如何复合的一个方法 是要和他在一起的 那你要知道的是你爱这个人的点是什么 那这个人有什么点是非常非常吸引你的 那为什么今天你再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下一个人就无法吸引你了呢 所以你要知道啊 他吸引你的点在哪里 那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只知道他吸引你的点是 他很有魅力 他很懂你 可是你却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和他复合成功了 那其实应该说我最近遇到很多的客人 都是想要去 比如说都是比较难复合的类型 比如说会有一些人 可能和前任在一起很久很久的时间 比如说四年五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好像你的生命中已经有了这个人的存在 你就已经把他当做家人了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好像他没有办法再回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非常的难过呢 这个时候你通常会做哪些事情 你是会主动的给他发消息 求得他复合 还是会做其他的事情呢 那如果你没有做一些求复合的一个方法 那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可以看一下 你们到底都做了哪些的方式 可以给到你们一些方案 那这些方案就是说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人的心 就很重要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复合 你最重要的点你要知道的是 对方需要什么 他需要你给他什么样的爱和关怀 那他才能够和你在一起 你要知道这样子的点 所以你才能够去抓住这个人的心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复合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说 其实我就是想要怀念曾经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你说这种感觉 我真的找不到吗 好像找了很多人了 都没有办法有同样的感觉了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爱 那这种爱是其他人都无法给予你的 可能这个人长得一般 身材一般 他的工作也一般 金钱也一般 但是他就会给到你不一般的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谈恋爱谈的就是一种感觉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和你的另外一半求复合 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感情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像没有那么甜蜜了 也没有那么幸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够正确的求复合 正确的在一起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如果今天你想求复合 那你首先要知道 你今天喜欢的这个女孩子和这个男生 他喜欢你怎么样对他 其实很多人都会来找到我 说老师我要求复合 可是他却不知道他喜欢的另外一半 到底喜欢怎么样的对待方式 你总是用你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在爱他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就像他喜欢喝牛奶 你每天都跟他讲说你要喝咖啡哦 喝咖啡早上你就不会困 但是时间久了他就会觉得你不懂他 时间久了他就会觉得好像你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那你们就要想一想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爱你了呢 这个不爱你说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没有跟你说那么多话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好像没有那么爱你了 没有那么每天去跟你打电话 跟你交流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你的感觉变得冷淡了呢 你还可以想得起来吗 是从在一起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的时候开始呢 那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有任何的状况呢你们也可以留言上来哈 等一下呢我会统一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所以啊你们要知道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说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感情它是会慢慢的变淡的 就像你今天喜欢一个人 可能有一天你也没有那么爱他了 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会不爱这个人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都谈过可能或多或少的一段两段三段四段 可能很多段恋爱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就没有那么爱你了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因为你对他很不耐烦 还是说你对他无理取闹开始呢 你想一想哦 你有没有很烦的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说过 你怎么这样子对我啊 你怎么现在不像以前这样对我了呢 你以前就是怎样怎样对我的 可是现在好像不是了 你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那如果你说过 那就代表今天你对他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 那对方在跟你交流的过程中 他就会觉得好像很受伤 你不是以前那个爱我的你了 你好像变化了 可是你哪里变了呢 我又说不出来 那这就代表了一种感情的冷淡 其实你不管说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我们都是很需要对方去爱你的 对不对 但如果在对方爱你的过程中 感受到你对他的冷淡 他是不是也会心里很受伤呢 这个其实无外乎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个人不管说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需要你爱他 如果你今天可以足够的爱他 那我相信 那可能对方对你回馈的 就是一百分 一万分 可能两万分的爱 但是有时候 如果你很强迫的爱对方 什么叫强迫的爱他 比如说你今天在爱他的过程中 你用的都是你自己认为对的方式 什么叫你自己认为对的方式 就是我觉得我今天你不开心了 我就是跟你讲大道理 那你就会开心 那这就叫是你认为的谈恋爱 谈恋爱是什么 谈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那怎么叫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呢 就是说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如果对方发现你对他好像冷淡了 你对他好像没有那么好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你就需要去做一些行为 去吸引他的注意 但是如果双方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那就会导致你们感情的破裂 那就是分手 其实我最近有听到很多客人跟我讲 他有遇到一些分手的状况 有的人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在一起很多年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两个人的感情好像变得冷淡了 然后呢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啊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刚开始在一起 那种很新鲜 很甜蜜的感觉了 那当你对另外一半没有那么很新鲜很甜蜜的感觉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爱我了 那另外一方也会觉得好像你也没有那么爱我了 那两个人就会产生矛盾 那这个时候要看的就是在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对另外一半的 你是宽容的还是计较的 你是虚寒问暖的还是恶语相向的 那什么叫恶语相向 就是今天他回来晚了 以前的你可能很温柔的会问他 亲爱的 你今天发生什么了吗 为什么这么晚回家 可是现在你就会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啊 你这么晚回来 你还怎么陪我吃饭 怎么陪我聊天 所以啊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你一直都要注意的是对方需要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大老师我即使知道了对方需要什么 可是我还依然无法复合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去观察了 在你们分手之后 你有没有做以下几种行为 那以下的这几种行为是 分手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做的行为哦 是什么行为呢 就是在分手之后 你对对方死缠烂打 怎么叫死缠烂打 就是说 今天啊 我打给你所有的朋友 问你今天在哪里 你有没有下班 你到底在哪里 我今天立马就要见到你 好 他所有的朋友 甚至上司 还有他的家人 全部都接到了你的电话 那你强强看 他会和你复合吗 应该很难吧 因为这种关系 其实是让对方很尴尬的 那这种尴尬的关系 就会让对方觉得算了吧 那我也不想要和你在一起了 很累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啊 今天你如果说 如果说希望说 让你的感情能够变好 没有啊 我在想 哈喽 你们可以看到我吗 他从那个链接进去了 哈喽 你们可以看到我吗 如果可以看到我 可以在留言板上跟我讲话 好 可以对不对 安妮有回复我了 好的 那如果说 你们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板上跟我对话 因为我这边谈不出来 我要打开这个对话框才能看到 好 所以啊 就是刚才继续说 就是如果说 你打了你身边所有人的电话 去联系的话 可能对方就会跟你有一种 怎么样的关系 就会很拒绝你 不想要理你 因为他会觉得 你干扰到他的根本的生活了 这是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是什么 第二个点就是 你有没有 就是说 就是强迫他要跟你在一起 怎么叫强迫他 以前啊 我有一个男性闺蜜 就跟我讲 我有一个女朋友 真的特别的黏人 只要跟他分手 他就说 我今天一定要在大雨里 等你几个小时 我就是要发烧 等你来找我 还有 就是说 我今天我就不活了 我就一定要和你复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或者说 你们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行为 如果你有啊 从今天啊 如果你听了我的这个直播开始 那我希望你就不要再这样做了 因为这样做 才是你感情最大的杀手 因为其实啊 两个人的感情 有的时候啊 你想想看 你们甜蜜的时候是非常甜蜜的 可是两个人分手的时候 也是非常僵硬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如果你一旦就是越过了那条原则线 你就很难再复合成功了 当你很难再复合成功的时候 你再去跟这个人互动的过程中 其实对方就很难再把你当做他心爱的人了 因为有很多人说谈恋爱是一种感觉嘛 对不对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火象星座 或者是风象和水象星座的 什么叫火象 比如说射手座 白羊座 狮子座 就是火象星座 如果有的话 你们就发在留言板上 那如果有水象星座的 你们也可以发上来 比如说双鱼座 天蝎座 也是可以发上来的 还有巨蝎座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感情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那它同时也很伤人 比如说像刚才爱你有过留言嘛 还有king 这个king的话 我想问一下 你们在感情中有遇到怎样的复合的问题呀 比如说是没有办法复合成功吗 还是说这个复合已经去复合了 但是你的方式对方无法接受呢 还是说在感情中遇到了相处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留言上来哦 好 那如果说谈恋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我相信你也很不喜欢谈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如果你谈恋爱变成了一件很痛苦 很辛苦 很难过的事情 那我相信你也不会愿意谈的嘛 对不对 所以感情哦 是一种感觉 那感觉你要怎么样维系就非常重要了 对的 是的 FK有留言说 死缠烂打只会弄巧成拙 对的 让对方更加厌恶你 是这样子的 因为谈恋爱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 那如果说今天你让对方很厌恶你很厌恶你的状态 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继续这段感情的 那接下来我说到我刚才所说的感觉 昨天我还跟我的一个客人讲 感觉是可以制造的 为什么我说感觉是可以制造的 你们想一想看啊 当时你们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 对对方产生感觉的 想想那个场景啊 是在咖啡厅 是在电影院还是在party上面 甚至是说在车上面还是在家里呢 你对他产生了一种不一样 想要在一起 想要拉手 想要更加深入的感觉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感觉 那今天如果你想复合 他是不难的 为什么说不难呢 因为你想复合 只是把曾经的那种感觉 再次调动出来而已 怎么讲再次调动出来啊 今天啊 你对另外一个人有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 是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你对他突然产生了一种 赫尔蒙心动的反应 那今天你只需要把场景 重新搭建一下 你就可以再次看到这种荷尔蒙的反应 那这种荷尔蒙的反应如何制造呢 复合的感情能长久吗 应该这样说啊 复合啊 其实应该看你要怎样去复合 今天如果说你复合的方式 就只是一次性的复合 那当然很难长久 而且基本上可能再次分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如果你用对了复合的方式 那你复合是很容易有一个结果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今天啊 人嘛都会怀念曾经在一起的感情 尤其啊 我有调查过我们这边大马的很多朋友啊 很多客人其实都是很有复合的问题的 那大家为什么会遇到复合的问题 是因为啊 曾经跟这个人在一起 三年四年 一年两年 五年六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都会让这个人 都会让你感觉好像 这个人是我一辈子的真爱了 我不想要离开他 我只想和他在一起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复合的时间 哎 如果可以很长 那就可以让你很幸福嘛 对不对 所以关键就是复合的方法就很重要了 如果今天你有对的方法让你复合 那我相信你复合是很简单 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用了错误的方法复合 那你的复合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了 对的 好 那我刚才 我刚才有说哈 所以就是说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怎么样是一种正确的复合方式 那你们之前啊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听到了 对不对 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对吧 好 那我来说一下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复合方式 今天啊 因为有一些 刚才有一些客人说 我没有办法点进去我们的直播链接 所以我刚才有跟他们讲了一下 好 那我继续讲啊 就是说 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让自己在感情中 永远都处于上风的状态呢 什么叫上风 就是让你的感情啊 能够去抓住这个感觉 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感情抓住这个感觉 就是说 除了你可以同样制造曾经 让你产生感觉的情境 你还可以同样的制造说 他需要的一种感觉 怎样说他需要啊 比如说 有的人他需要你强硬的对他 他就会对你产生感觉 对不对 那有的人会需要什么 有的人可能会需要 你对他很温柔 他才会对你产生感觉 那有的人会需要什么 有的人会需要你对他很冷淡 他才会对你产生感觉 那你就要每一个人 不同的案例去分析 他到底需要你怎样的对他 那你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去对他 他才能回馈你正确的爱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高冷的男生 那如果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分手了 那你怎么样追回这个女生呢 好 那其实啊 如果高冷的男生的话 其实多半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内心是很热情的 也是很柔软的 所以你在对你的女朋友的过程中 应该全程都会比较好 但是当你情绪失控 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对对方非常的冷淡 那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呢 就会让对方远离你 因为对方会觉得你这样子对我 我不开心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有情绪 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就不想向你靠近对不对 那当他不想向你靠近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不会和你复合呢 那所以今天啊 你就要抓住他的内心 内心是什么 就是要抓住说 他今天的感觉怎么样才会对你产生兴趣 也就是说他需要的 就是你在你很开心的时候 很热情的对他 很开心的对他 他才会觉得很幸福 那这个是一种感觉 所以今天啊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你要去分析 不是分析你是什么类型 而是要分析对方是什么类型 好 那你有发现哦 如果说今天啊 你的感情一旦并没有一种感觉出来 那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爱情并没有让你觉得很幸福 并没有让你觉得很开心 好 好像有说是有被封锁 我这边有一些客人哦 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们今天在这里非常的幸福啊 可以看到我的直播 好 所以啊 如果说在感情中你发现啊 你的另外一半越来越不爱你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要立马找到原因了 那其实啊 如果今天你是男生也好 今天你是女生也好 如果你想要和一个人复合 哎 那其实啊 就是很简单 他需要什么 你就给他什么 你就可以复合成功 就像你今天追一个男生和追一个女生 其实并不外乎于你长得有多帅 还是你把自己打扮有多漂亮 其实在你认识他的第一分钟开始 他对你的感觉已经继承定数 怎么叫继承定数呢 就是说 他对你的感觉 他今天开始对你的一种感觉哦 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了 已经变成一个水平线了 他不会很高了啊 对不对 那如果哎如果他今天对你的感觉变低了 那你就要立马去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如果说你能够找到这种原因 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今天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怎么办 那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要复合的这个人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苹果 你千万不需要觉得让他吃西瓜 他才会快乐 那如果他需要橘子 你也不要觉得让他去吃苹果 他才会开心 所以你要给他他需要的东西 我看一下你们的语言 终于等到我了 哈哈天哪 有好多 有好多人啊 就是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进来 好没有关系 你们进来了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 复合是什么方法 怎样我才能跟一个人复合 那这个时候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一 你们为什么会分手 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是性格还是家庭 还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说分手的原因 这个时候啊 你就要知道了 你就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你们一旦分手 那就代表以前的感情 已经画上了句号 你今天不要再跟我讲说 没有的 他还是爱我的 他还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 他是喜欢我的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 他不是现在 现在的他已经和你分手了 那首先啊 要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 你要问一下 他为什么会和你分手 第二步 要接受 他已经和你分手的事实 那第三步 你才能够清楚的知道 他跟你分手的真实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今天 有人说是劈腿 那如果说 他跟你分手的原因是劈腿 那其实啊 劈腿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没有魅力了 有可能这个人天生就是渣男呢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不需要为渣男和渣女流一滴眼泪 但是我们依然要让他跟我们复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爱他 其实这个不取决于说这个人渣还是不渣 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只要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你就可以去争取他的感情 你不需要说去觉得说 好像怎么样做 他才能爱我 我这样做值得吗 我去这样付出真的值得吗 你不需要想这些的 其实今天你值不值得 只有你自己说了算的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好人 你就和他在一起 没有关系的 你不需要觉得好像今天这个人他对我不好 他也不够爱我 我去求复合我值不值得 我复合之后我的感情会不会长久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会不会快乐 这些你都不需要想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啊 你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人 对的 像这个Ricky说的 错过 应该说啊 就是你今天想和他复合 就证明他在你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因为有这样不可替代的位置 他才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能哪怕说你跟他复合之后 你真正发现了这个人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现在不让你去复合 其实你就觉得很痛苦 对不对 所以啊 第一点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遇到很多客人 他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呢 在你谈恋爱的过程中啊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 你很多时候都是不心甘 不情愿的 所以才会让自己的感情 没有那么的幸福 也没有那么的开心 其实原因是这个 好 复合会不会是自己太执着呢 其实你应该想的是 复合的本来就是一件很执着的事情呀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哦 哎有的人会跟我说一句这样的话 就是老师如果我不跟他复合 会怎么样 那你要想的是 如果今天你不跟他复合 你遇到了下一个人 是不是有可能还不如他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啊 你跟一个人复合 不是说哎对你是不好的 也不是说你再找不到其他人了 而是说因为你很珍惜这段感情 你觉得复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复合可以让你变得更开心 复合让你变得更幸福 复合也可以让你变得更甜蜜 那你就不会觉得复合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了 对不对 好 刚才有听后台的老师讲说 今天我们的直播好像前期出了一些状况 没有关系 那如果有一些复合的朋友需要去解决复合的问题 那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你就可以解决更多的方法 他不愿意联系我了怎么办 那如果说在复合的过程中 对方已经把你拉黑删除了 今天还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 老师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他已经是我的上上任女友了 也就是说 就是在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之后 他又谈了一任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能够复合呢 首先你要知道 要告诉我的是 为什么当时他会把你拉黑 他把你拉黑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他是什么原因把你拉黑的 是因为当时你跟他吵架了 还是因为说你对他很冷淡 还是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让他觉得很不幸福 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呢 如果说你要去真正更加清楚的去了解 他到底为什么会把你拉黑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想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冷淡 排斥你甚至手机都不给你看了一种行为 那当他拉黑你之后 你有没有试图去加他 那加了他之后 他有没有通过你呢 对不对 这些你们都可以想一想 有很多留言 我看一下 好 那有很多人说 就是联系不到对方 那怎么能够复合呢 还有人说是什么 放不下面子就算了吧 我们都玩不够怎么办 我们都玩不够怎么办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骗子 可是我诚实的很 那应该说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啊 你看两种状况 如果他把你拉黑了 那就证明他以前很爱你 所以啊 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把你拉黑了 没有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他曾经是很爱过你的 很爱过你的才会把你拉黑 那第二个角度是 他把你拉黑之后怎么样复合 那这个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了 那今天啊 你首先要知道的是 如果是因为当时你的态度 你的情绪 或者是你的脾气的问题 他把你拉黑了 你可以试图去加他 如果你试图去加他还没有办法 那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啊 其实我们是新一门的这个塔罗 那所以啊 我们在新一门的过程中 也会有一个挽回爱情的一个课程 那接下来的话 应该会在下周 或者是下下周 就会给大家见面了 所以啊 你们可以持续关注我 那我就会告诉你 这个课程在什么时候 那因为拉黑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所以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课堂上面 得到一步一步的解答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给你们解答下一个问题 每天给他打50个电话 就是想听他说话怎么办 那请问你啊 如果你每天给他打50个电话 他会回复你吗 好像也很难吧 那我不用问他 我就问问我们自己 你每天你的手机哦 你如果接50个电话 你会怎样 你会爆炸 我相信应该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都没有我接电话 接得多 因为我每天很多客人咨询我问题 那我每天接电话 接到我觉得就是说 必要的电话我就会接一下 那不必要电话 我们都会微信 或者是发消息回复嘛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子 跟对方在沟通或互动的过程中 那对方会不会觉得很崩溃呢 所以这个就回归到 第一开始的问题啊 第一开始可能 有很多朋友不在啊 就是说第一开始 我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感情 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一种甜蜜 一种幸福 什么叫甜蜜和幸福 就是我今天跟你讲话 是因为我想你 那对方跟你回应 也是因为对方很爱你 而不是说 我一味的就是想要索取的 那你想想看 你每天在给他打电话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更多是想要索取呢 并不是想要恋爱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啊 所以如果说你谈恋爱的过程中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到底是在想什么 太折磨我的 那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会推荐你可以去算算塔罗牌 因为在算塔罗牌的过程中 你是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的 对的 如果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去算 那你可以在我的Facebook上面留言 对的 所以那如果说今天你知道了对方想什么 你知道对方希望你给他怎样的回应 比如说你希望对方很热情的对你 那你可是他对你很冷淡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也可以算塔罗牌 如果说你希望对方可以对你很温柔 但对方对你很冷淡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啊 所以在你去让对方能够更爱你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可能有10种 20种 30种方法 在让对方跟你在一起的过程中 能够喜欢你 那可是你王罗选了一种最 可能最难过的方法 比如说你给他打50个电话 比如说你在他家楼下等他 那这些都是会让他很难过的方法的 但其实有很多很多新鲜的方法 都可以让你得到这个人的人心 所以其实啊 谈恋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他的心里都是你 而不是让他每天看到都是你的电话 对不对 如果你是女生 你不是应该让男生更喜欢你吗 好 有同学说啊 我算出来说12月几率很大 啊 然后呢 那 那如果说啊 你算出来12月几率很大的话 那你就要抓住了 为什么 那现在已经11月开始了 那如果说11月你都不抓住 那12月份 可能他过来了 有可能有了流失掉 所以要抓住的 所以塔罗牌算的是什么 算的就是说 你今天遇到问题了 你可以知道 哎 这个人在想什么 哎 这个人的人心是怎样子的 那通过这个人的人心 你才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接下来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可是如果连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的人心在想什么 可能你也很难去抓住 他接下来的很多事情 对不对 好 有同学问说 一个月换一次对象怎么办 一个月换一次对象 你开心也可以啊 最重要是你开心啊 这个叫 这个人 这个意 意义双意的这个女生 应该是女孩子吧 说塔罗那么神奇吗 我也想算啊 可以啊 你可以算啊 那你可以私信 私信PM我们 可以私信PM我们 你们教老师教你们我不会 只是12月会不会复合 我还不懂 那如果啊 如果你算到说啊 比如说感情啊 你发现说 哎 这个你想要跟他复合 然后你算出来12月几率很大 那你要再算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做 才能跟他复合 对的 那这样才会让你的感情 越来越幸福 其实我们下周四啊 就会有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啊 就是通过你的面向 看你怎么样有桃花运的 你们想知道 你们怎么样会有桃花运吗 好像你们都不是很明白 那如果当你不是很明白的时候 那就可以去看一看 像安妮问啊 如何让恋爱 如何让爱情保鲜啊 应该说啊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啊 为什么对方会对你失去兴趣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当着他的面 好像没有那么注意你的穿着了 是不是当着他的面 没有那么注意你的妆容了 甚至可能就不化妆 不洗头 而每天都在他面前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 一定要注意咯 因为谈恋爱 其实还是要有新鲜感的 其实不管说谈恋爱也好 还是朋友相处也好 你回想一下 我们自己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希望说 我今天就跟一个很帅的男生在一起 我们一起出街 是不是非常的亮眼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我跟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 我是不是也会觉得非常的亮眼呢 对不对 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嘛 是不是 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爱情 怎么保鲜 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啊 你的爱情没有放在冰箱里 所以它就就是会发霉 那所以你要时不时的把它放到冰箱里 怎么样讲呢 就是说如果你对另外一半太过热情了 那就要稍微冷淡一下 就是放冰箱里动一下 如果你对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冷淡 那就要拿出来从冰箱里拿出来 让它热一下 那你的感情才会忽冷忽热 然后才会觉得很有意思啊 可是如果你的感情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 每一个人跟你在一起都是一样的感觉 那我相信对方也很难跟你长久嘛 对不对 这个同学又说 是不是先算一下塔罗牌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自己 可以啊 你可以算塔罗牌 说这个人比如某某某 他适合我吗 他跟我在一起是怎样的感觉 这个也是可以算的 对的 这些都是可以算的 看一下 我天天化妆 他觉得我卸妆是两个人 所以跟我闺蜜在一起了 这个人也太狠了 对的 其实应该说啊 让对方去 其实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了 就是说 有客人过来算牌说 比如说 他的男朋友和他闺蜜在一起了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从此以泪洗面 放弃自己 然后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 你们觉得这个值得吗 好像也很不值得吧 你今天为了一个男生 你就放弃不及了 你觉得值得吗 好像也很难对不对 有人就跟你出主意对了 你化妆成你闺蜜啊 其实讲真的 其实爱情呢 和友情 你就看你选择什么 如果你的闺蜜 都可以这么随意的 把你男朋友抢走 其实这个男生 我讲真的 其实他也很容易被别人抢走的 对不对 只不过今天这个人是你闺蜜而已 他跟你认识 然后你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他对你男朋友也有一定的了解而已嘛 但是如果说今天他是别人呢 其实可能你也不会那么难过 所以其实啊 问题的点在于什么 问题的点在于 你不会抓住这个人的人心 当他对你没有那么热情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今天你们要学的是什么 要学的是 怎么样可以时时刻刻的 让对方觉得很有新鲜感 让对方觉得 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跟你在一起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啊 爱情的保鲜也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样留住 这个男生的心 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 那真的 你可以私信PM我 那在PM我的过程中 也许我会帮你算牌 那也许我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说 也许自己的问题卡在了什么上面 到底是什么角度产生了问题 你就会知道了 老师你会对付绿茶吗 其实啊 应该说 遇到过很多绿茶了 应该说我的客人喜欢的类型 都比较像绿茶 那绿茶是什么呢 可能他今天跟你讲话 就是不会比较的柔弱啊 会显示的自己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状态嘛 对不对 哎 你们有绿到过怎样的绿茶 都可以留言 我看一下你们遇到过的绿茶 是不是都很厉害 斩断烂桃花 哦 我才 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 大家都是 应该都受过感情的伤 对不对 好 那绿茶的话 应该啊 有的女孩子 会遇到绿茶的这种闺蜜也好 遇到绿茶的这种小 就是小三来批评自己感情也好 其实我有个客人就遇到这样的状况哈 那我这个客人呢 跟他的男朋友在一起很多很多年 那在一起很多年之后呢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没有那么的深厚了 反而那个感情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但到最后好像这个男生都觉得自己 他没有感觉了 怎样讲究他没有感觉 就是每天打电话 也没有什么激情 也不想打电话 就没有想要说今天很想跟你交流的冲动 那当这个男生一旦缺少了这种冲动 那在座你们应该有男生吧 对不对 那么你们一定很知道 你们会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就会出轨 对不对 首先是身体出轨 然后或者是精神出轨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女生要怎么办呢 他今天遇到了一个绿茶的小三 这个绿茶小三做了什么 这个绿茶的小三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自己的IG上面 Apple说这个男生对他有多好 这个男生有多爱他 这个男生简直是世界上最宠他的人 反而是慢慢慢慢的 他这个男朋友对这个小三越来越好 那你想想看 那这个女生是不是好像完全失去了机会 对不对 其实啊 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 这个问题就在于你没有去夸赞这个男生 在他最需要你去夸赞他的时候 你觉得没关系了 反正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无所谓的 那你这样的想法就会害了你 对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绿茶的一种行为 那如果说今天你想要去逆袭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绿茶的套路是什么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绿茶的套路是什么 你怎么搞定绿茶呢 就像说你今天去打仗了 你都不知道说这个敌人他是什么样的手段 你怎么搞定他 是不是也很难啊 对的 所以今天啊 如果你想要搞定绿茶 那你首先要知道说 绿茶的这种行为 为什么男生会接受 我们先把自己那种嫌弃的心情放一放 我们先去看看绿茶的优点 那为什么绿茶能搞定这些男生 因为他会知道男生要什么 其实男生很简单的 他其实一共就要三点 一认可 二觉得自己很厉害 当英雄嘛 对不对 这种感觉三行为要什么 三行为要就是说 就是很多事情都会想到他 就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感觉嘛 多半男生都需要这个 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他很痛苦的时候 照顾他一下 他可能就觉得你就是女神了 所以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要去学会是什么 学会是观察男生 关心男生的点 当你能够观察男生 和关心男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 好 什么是绿茶 为什么女人总是要讨好男人 为什么女人总是要讨好男人 应该说 其实有很多男生也会讨好女生啊 我最近遇到很多男生 都是男生来求复合的 你们不要小看男生 男生这个情感也是很专一的 为什么他们专一 因为他们觉得找下一个 还不如把上一个搞回来呢 下一个更麻烦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可能你们也会有 还有人问说什么是绿茶 那应该这个人比较幸福 没有遇到过绿茶 绿茶就是那种 就是 啊哥哥 你怎么了 不是 以前有一段很流行的话吗 就是 就是说 哥哥 你是不是不舒服 那个 哥哥是不是姐姐对你不好 啊 没关系 我知道的 就类似这种 那这种就是一种绿茶的一种说话方式嘛 因为他会很容易把一些错嫁接给别人 就会让别人觉得他很好 那这就是一种示弱和装弱弱的方法 那因为男生嘛 多半都是一种大男人主义啊 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那绿茶就抓住了男生的这种心理 其实也是有男绿茶的 你们知道吗 什么叫男绿茶 就是男生也会有这样的状况的 就是他知道这个女生 可能比较需要保护啊 他可能就会说 哎呀没关系的 那我就 那我就帮你嘛 反正你男朋友好像也 很难去 去帮助你 很难去对你好 所以也是有男绿茶的 所以我们再去看人的时候 真的要火眼睛睛 那如果今天你看不出来 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那你们就可以去私信PM我 那在PM我的过程中 那可能你以后就会知道说 哎这个男生 我怎么能看出来 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我跟他复合 到底有多少的几率 是10% 20% 还是100%的几率呢 还有就是怎么样做 才可以复合 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 所以今天啊 我说了很多方法 那这个都是针对说 嗯 针对说很多 比如说你感情遇到问题啊 然后呢 就是没有办法谈恋爱成功的一些状况 那比如说一些复合的案例哦 比如说之前啊 我有很多客人 他有的是一周复合的 有的是一个月复合的 有的人有的人可能拖的时间长一点 可能是四个月 给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我这边客人的一些案例哈 一周复合的是什么状况 就是呃 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哦 这个男生是金牛座 这个女生是白羊座的 他们在一起大概三年的时间 分手了之后呢 已经呃 分手了半年了 分手半年之后呢 这个男生啊 就呃 就很痛苦 因为他很想要求复合嘛 那这个女生呢 就找了另外一个男生 作为男朋友 呃 但是他在一起没有谈多久的时间 大概可能就谈了有不到 呃 不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呢 呃 这个他曾经的男朋友就来找我 说要求复合 那我给了他一些求复合的方法啊 那每个人求复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 我才说啊 你们每个人的方法都需要我 帮你们看过 我才能告诉你们 你们要怎么样具体的求复合 啊 那他呢 我给了他一个方法 因为这个女生呢 是很情绪化很大的 然后也是很反复的 然后今天开心明天不开心的 这种状况 那这个男生就被搞得很抓狂啊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在我给了他一些方法之后啊 然后呢 他跟这个女生 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这个女生就主动给他发消息了 还问他说 哎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哎 有没有不开 有 有没有 有没有 还有没有女朋友 你知道吗 就问得很明显 所以其实啊 复合呢 你要说 其实男呢 他是不男的 但是用对方法就很重要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客人啊 他跟他的男朋友啊 就是已经拉黑删除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大概应该有三 大概应该有 大概应该有一年左右了 一年左右啊 是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的 微微查的呀 whatsapp 赖 或者是这个 ig呀 facebook 全部都拉黑了 因为当时啊 这个女生做了非常过分的行为 就是 他们在分手的时候 甚至都是需要说 都要上法庭去调节一下的那种状态 就很严重的一种分手 那他们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那 复合了 复合成功 大概花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吧 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男生就主动找到了这个女生 加了这个女生的微信 好 那加了这个女生的微信之后 还跟他解释了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们都没有办法联系的原因 那这个女生 当 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惊讶 所以呢 就是对于他来说 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中 我也会教他 你要怎么样跟这个人去聊天 其实 应该说啊 我们会有一些工艺品的 就像有同学说 锦囊也好 小金佛也好 就像我今天带的这个 持住观音 它是对感情非常好 复合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工艺品了 那 包括我手上带的模拟宝珠 也是一样的 还有爱情锦囊 它都是可以帮助你复合的 那 在复合的过程中 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怎么样去聊天和沟通 所以你的沟通方式 去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 同时提升你的感情 也同时提升你的缘分之后 你的感情才会慢慢的变好 所以啊 如果今天你希望让你的感情变得幸福 那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 你怎么样能够先把你们的感情维系住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好了 所以其实啊 如果你想复合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方法 或者是说你已经很久很久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今天可能我 我今天跟你的聊天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路 那在有了这些思路的之后 那你就可以私信骗我 那你才可以知道 怎样可以正确的求复合的方法是什么 那其实应该说 很多人来找到我的时候 都会跟我讲 老师 我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了 整个人都是一种很累的状态哦 就会觉得说 那老师你的方法真的有效果吗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 应该说我帮助了很多人复合 那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应该说很几千个了 那这么多人都可以复合成功 那代表的是 那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样 那你的复合当然也是独特的了 那今天你要为与众不同的自己 畅调属于你自己的复合方式 那所以啊 你才要去根据你不同的一个情况 做一个分析 这样才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啊 今天你哪怕说是被拉黑了 哪怕是被删除了 甚至是说老死不想往来的 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的时候 那都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 因为有可能你只是用错了方式 比如说你可能只是踩了雷区 但是你可能自己并不知道 自己踩的雷区是什么 那如果你有以上种种状况 那都欢迎你可以私信PM我 可以在我的IG找我 也可以在我的Facebook上找我 那我的IG的号码就是 Maggie 0113 刚才有发上来过 所以其实啊 应该说感情复合呢 就是说你今天啊 如果觉得曾经那个人 还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那你就一定要抓住他 千万不要放弃 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你很久很久 以后的人生中 也许你会觉得 这个人只不过其中一个罢了 那真的会影响我一辈子吗 那真的有可能 它就会影响你一辈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种感觉是很难忘记的 甚至有可能你找了下一个人 也是这样的感觉 那为什么不在第一开始 就把它抓住呢 那如果今天你有机会 可以抓住这样一个人 那难道不是会让你更加幸福吗 对不对 我再看看你们的留言 欢迎 我想买 好心动 好的 那如果啊 如果你们真的 就像刚才留言的 这些所有的朋友们一样 如果你们真的很希望让自己的感情变好 很希望说找到复合的方法 第一个找到复合的方法 第二个 找到怎么样能够谈恋爱的正确的方式 第三个 是你现在有想要追求的人 可是不知道如何追求 第四个 你有暧昧的对象 可是你们已经很久了 都无法确认关系 如果你有以上种种状况 都可以私信我 那我不仅仅可以给到你一些快速的方法 甚至我可以教你 怎么样能够知道 这个人的人心在想什么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男生 都会来找到我 说老师 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么 太难了 我做了很多方法 我都给他提星星了 他为什么还不爱我 因为他可能想要的 并不是星星 也许他想要的 就是你不理他呢 所以啊 其实应该说啊 不是一味的对一个人好 这个人就会爱你 感情不像工作 也不像是考试 不是你做了一百分的试卷 他就会对你有一百分的爱 只有你用对了方法 他才会对你有一百分的爱 所以啊 如果今天你想要搞定你的感情 你想让自己的感情和生活 更加的幸福 不想要在深夜 只是一个人待着看我的直播 想要有一个人陪伴你的话 那一定要私信PM 要关注我哦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生活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去解决的话 没有关系 那我的留意 就是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私信我 也可以去我的这个Facebook上面找我 或者IG上找我 都是可以的 所以啊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也不要放弃你曾经喜欢的那种感觉和那份爱 因为那份爱 就是让你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的点 可是如果今天你放弃了一次 你就会放弃第二次 你的人生可能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让你的感情变好 那早一点比晚一点更好啊 就像我每天都会带着这个观音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观音哦 它不仅仅可以让你的感情好 也可以让你的人缘变得很好 因为你的人缘变好了 你是不是会有很多人爱你呢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拥有了全世界最多的爱 会不会更加幸福呢 所以啊 感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情就是你看清楚了它的本质 并且学会了正确的方法 其实感情一点都不难 如果你觉得 好像你每次都在深夜非常的痛苦 不知道该怎么办 非常无助 也非常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用塔罗牌 看看你的内心 因为有一副 有 因为塔罗牌非常的神奇 根本你 你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洗牌 也不需要想问题 那塔罗牌都可以看到 你的内心世界在想什么 甚至你曾经经历过什么 也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啊 不需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 感情中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 你的感情世界 可能现在很痛苦 但是只要你突破了这个点 你可能明天 后天 以后 下个月 你就会拥有 你想要的那个人 啊 我今天 就像我今天给一个男生 在算牌的过程中 就是我在直播前 给一个男生算牌 那他喜欢一个巨蟹座的女孩子 那你怎么就知道 他不会再次成为你的女朋友呢 毕竟你们曾经相爱过 这就必曾经不爱 要有很多机会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感情 遇到了任何的状况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爱本来就很难 所以我们要把这份爱维持下去 那你的生活才会更加幸福 对不对 所以啊 如果直播间没有算过牌的同学 那你们一定要来找我算牌了 那在算牌的过程中 可能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对方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我 我变成什么样 才可以让对方更爱我呢 所以啊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最关键的点了 所以今天如果说 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 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啊 如果说你不开心 你不快乐 你没有人陪 那Maggie老师都可以陪伴你 因为Maggie老师 已经帮很多人解决问题了 所以不要担心你的问题很困难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那大家记得 那大家记得要关注我 明天我不会直播 但是你们可以私信找我 那拜拜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